可能不派遣沙特和阿联酋的地面部队直接进入也门 而是以雇佣兵还有当地武装力量为主要地面战力量 比如沙特从巴基斯坦、美国埃塞俄比亚等国招募来了一大批雇佣兵 同时开始扶植和援助在也门的当地武装力量 比如也门南部的武装组织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武装力量等等 依靠他们打地面战 现在看起来效果确实好了很多 已经开始有了反击行动 虽然还没有取得什么重大战果 沙特本身现在主要是进行空中打击 根据数据 也门战争已经导致8670人死亡和49960人负伤 现在有840万人急缺粮食 1600万人紧缺饮用水 供水供电已经基本上全部停止 近日胡塞武装再次以弹道导弹攻击了沙特雇佣兵的训练基地 但是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和也门南部武装也在反击当中 成功导致胡塞武装西部战区最高指挥官亚西尔阵亡 在阿比扬省、河台达省这些省份 胡塞武装也一直都是陷入在苦栈当中 并没有攻克 因为那里是逊尼派